分享 下一個我們要請豆腐的是 Design的如何在GPT 上面進行開放 寫作豆腐有簡報嗎 沒有 好那我們就請豆腐用他的就是 iPad 還是 沒有 好用共筆 那就我們把時間交給你囉 好嗨大家我是豆腐 那我今天要來跟大家分享的事情是就是 我們大家現在平常都很喜歡用ChatGPT嘛對不對 但是呢就是還有一個很為人勾病的地方就是 就是我們其實很難在GPT上面其實進行寫作 因為就是現在的GPT也是第一個它是付費功能 第二個它是 就是它的那個介面就是除非你是要聽方案的話 不然的話你是沒有辦法進行寫作的 但是呢就是今天有一個狀況就是會需要使用到開放寫作 然後 脈絡的部分就是 就是現在要開始說明 接下來說呢就是 先來簡單補充一下我的背景好了 我現在是一個休學生 然後我現在就是平常都在一間咖啡廳鬼魂 那這個咖啡廳它做CozyCory咖啡 這樣子 那它是一個 由 其中一個社群朋友 就是一個web上的社群朋友在 在國付經驗館附近開了一間咖啡廳這樣子 然後我現在平常都在那邊 偶爾幫他們一點設計上的忙這樣子 就是老闆娘也很照顧我這樣子 對 然後呢就是這間咖啡廳有一個很特別的地方就是 除了 除了咖啡廳會賣的一些食物啊 還有飲料之外 他們還有提供一些很神奇的服務 比方說 像這個角落 你們有看到這邊有一個會議電話廳 然後就是 這個電話廳後面可能還有一個電子白板 這類東西 反正它有非常多莫名其妙的feature在裡面 然後呢大多數就是第一次走進來的 走進來的 客人可能都沒有辦法很清楚的知道說 這些東西到底是要幹嘛的 我要怎麼去使用這些東西 這感覺就很像是你要寫一本東西 就是一本說明文件來說明這些東西到底要怎麼用 這樣子的一件事情 就是其實沒有那麼多時間去跟他們解釋說 這些東西要怎麼用 然後呢 再加上就是這個咖啡廳因為是 Web3的社群的人 就是開幕的嘛 就正在說就是台北區塊中那一群人 開的咖啡廳 所以他們裡面的很多東西都是英文 就是也就是說就是 但是平常來這邊的客人蠻多都是那種 叔叔伯伯 就是可能財富自由的那種叔叔伯伯之類的 然後他們自然就是都用台語聊天 所以 有一次他來跑過來問我說 你們家這家咖啡店這到底要怎麼念 他名字要怎麼念 但他這家咖啡店的名字叫做Cozy Core Cafe 但他就是英文 然後人家不會念這樣子 就是有非常多就是需要人為溝通的需求 但就不知道怎麼辦 因為人就只有一兩位而已 然後也沒有辦法應付他們的需求 所以想說感覺好像可以開發一個GPT 就是來應付就是需要平凡大量溝通的這樣子的需求 所以就是有了 有了就是 做GPT的需求 但是呢就是好我就用我自己的 自己的 在GPT的帳號就自己做一個 自己簡單做一個GPT 然後把菜單啊什麼東西的都把它上傳上去 之後呢就是 就是有問題出現了 有人跟我反映說就是這個GPT裡面 就是他的回答可能有一些問題 他們想要 他們想要修改就是這個GPT裡面的內容 這些東西 那我想說就是 我又不是每天都 混在那間咖啡廳裡面 就是如果 如果有人遇到問題的話 他們要來找我的話 我要怎麼辦 就是如果我不在那邊的話 那要怎麼辦 再來思考說就是有沒有什麼辦法 就是可以在這個GPT上面進行協作這樣子 左思右想就是 想到了 感覺好像可惜的一個方法 就是我把這些 這些 脈絡文件 就簡單來說 我不知道要怎麼放大這個東西 這要Control 這個嗎 好 這要怎麼放大 Control夾 這個 喔喔 讚讚讚 好 就是簡單來說就是 如果你要設置一個GPT S的話 那你會需要 幾個東西 第一個的話就是你的知識庫的部分 就是PDF的部分 那這個就是菜單的部分就無所謂 那主要需要改的地方應該是這個指定的部分 這個指定的部分的話 它主要就是 一長串的 就是一長串的敘述 這樣子 比方說就是 喔 這一家店的brain voice是什麼 然後 就是 電話廳要怎麼 就是電話廳要怎麼預約 然後還有就是 就是一些 這家店的各式各樣的規矩 就很像是 你在跟一個GPT溝通說 就是喔 他需要知道什麼事情 這樣子 然後 然後 但是就是 有些事情可能他還不知道 但他可能就亂回答 但是呢 你要去糾正大家什麼的 就是 但是就是 照現在的 這個產品的架構來講的話 如果我要改的話 就只能由我自己來改 我就 其他人要改的話 就沒有辦法來改 所以我想說就是 我就把這個東西 上傳到Github上面去 然後大家如果要改 然後就是這些source 就是這些 這些脈絡文件啊 還有就是這個 這個知識庫裡面的內容 我通通都有把它放到Github上面去 這樣子 對 所以呢 就是像 你在這個GPT裡面 就是搜尋 我要怎麼貢獻這個專案的話 他就會跑出這個 跑出這個 這個網址 然後你就可以進去看到 就是這個GPT背後 到底有什麼東西 這樣子 然後你就可以針對那些東西 去開一個issue 然後 然後去 看說就是要改什麼東西 這樣子 然後 就是裡面的脈絡文件 像什麼地址啊 電話啊 然後 然後還有就是電話廳要怎麼用 之類的 然後還有比方說像這個 撞寫這個GPT的人是豆腐 然後常常在 GINB鬼魂 然後他很喜歡吃巴西米國文 之類的 對 就是 就是大家如果想要看 就是他的context裡面有什麼的話 就是都可以在Github裡面看到 這樣子 要修改的話 我就直接 就是從這邊複製 然後到我的指定庫裡面去就好了 然後 就不一定是 我已經要忍在那邊這樣子 對 然後如果大家如果想要試玩的話 都可以到 應該這個工具上面應該有那個連結 應該在這裡 對 在這個地方 oh shit 他居然要註冊 好算沒事 就是 對 簡單來說就是 大家如果待會兒要玩的話 可以來我這邊 可以來我這邊玩 就是可以問他一些問題 比方說像是 就是這間店的菜單裡面有什麼之類的 就是 今天會想要分享這個東西 主要是因為 大家可能會很好奇 要怎麼在GPT上面寫錯 那 那把脈絡文件放到GPT上面去 我覺得這可能是一個方法 這樣子 以上是我的分享 謝謝大家 哈囉 我們謝謝豆腐分享 他在就是 Cosy Cower Cafe的 就是小昌室 其實剛剛在講到說 到底要怎麼樣讓老人家 就是講清楚他自己 這個咖啡店的名字如果只是英文 剛剛就想說 Cosy就是腰 所以就是 很適合腰坐在這邊的咖啡 對 或是Hikoshi就是搬家 好那我們下一個就請